蕭美琴的這個部分 蕭美琴是什麼角色 他是三個角色 當然我們知道他是小英的人 但是其實他是新潮流的人 他也是新潮流的人 但是他更是美國的人 所以他是回來這邊就是來監軍的 國安局長 蔡明明一直出來講一些話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小英的背後 就是美國在講那些 跟新潮流裡面一定有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我也覺得說 這中間裡面一定有美國交代 蕭美琴做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不是新潮流 也不是賴清德可以決定的 所以你覺得蕭美琴對他來講 其實雖然是副手 但可能對他來講也是一個小小的威脅 相當大的威脅 如果從美國的經驗來看 就是說下台的總統 相當程度他還是可以扮演的 某種的非官方的角度 角色 那當然就是還要分就是說 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 因為一些畢竟不管是小英 或者是賴清德的話 都是民進黨的 馬總統是國民黨的 那除非說是不是民進黨要拜託他了 是不是坦白講就是這樣子 那小英要下台的 他能授權什麼嗎 那如果說賴清德說不定 我說說不定 如果賴清德 他真的什麼縣都沒有的時候 也許我只是這樣講 那未嘗不可 但是我看到應該是陳建仁吧 是說他講得很強 說你去那邊要講什麼 我說你去那邊是要當何氏佬 你是要叫他去踢館嗎 你這是強人所難嘛 我坦白講 你講那意思 所以我是講說 那他意思就是說 那是不是就把甚至連賴清德那個線 都已經把它斷了 坦白講 就是見不得人家好了 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說他個人的自我定位 他的民族情感等等 這些東西是一回事 那回頭再講說 如果是對岸那邊 是不是需要透過他來傳話呢 我是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兩會那些大概趙老師剛才提到 沒有錯 那些你把它 你看他就講得很清楚 然後臺灣這邊有質疑的時候 馬上他們又會出來再澄清 補了一些東西 比如李強 也許他本來那些字不太夠 那我們再加點東西 就是重規重矩 那更何況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因為美國年底要選舉 那也講好這兩岸 臺灣海峽這邊就是 吸陷無戰事 所以沒有有什麼突破的 這樣子的 坦白講 如果說今天是賴清德要連任 那個時候 歷史定位在的時候 我說小英跟老共那邊 已經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那是習武條的時候 他把它完成那個樣子 817萬票 所以他已經老共對他是小心翼翼 不要被民進黨來當提款機 那這次我是覺得到我倒沒有覺得有那麼大的 那樣子所謂的突破的工具性也好 或者是釋出善意等等那些東西 我倒是覺得也還好來者是客嘛 對不對 然後我又說回來 其實馬總統還是有意義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從一個中國到這個一國兩制在香港這樣 然後九二共識是目前是一個大概是可以 大概是目前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九二共識是這個馬總統的 然後呢 侯友宜在選選舉的時候也說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那大家也都覺得說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我不曉得還有什麼樣的特別的期待 突破的空間嗎 先講說這個李文中也好 就是說像新潮流內部就有兩個是有指標的 一個是段依康 是 雨不驚人死不休嘛 OK 反正起棍球他也不會吞 那李文中他有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候在退伍會 他現在還在退伍會嗎 他就是有時候會講出一些好像看他身份不是很相秤的 這樣子的 那表示說他應該是不是來試探什麼 還是怎麼樣 我先說啦 其實他代表他自己試探風向 還是說幫誰在試探風向 他可以push到怎麼樣 然後有一點像什麼呢 臨洋港的那個表面張力有沒有 你再怎麼樣張力 你也知道原來他其實裡面那個杯子裡面玻璃是很高的 你知道那個裡面的酒是一點點嘛 這就是說亞中兄剛才提到那個結構性 等一下我再講結構性這個部分嘛 所以說他可以push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李文中他現在應該也許如果真的是國安部留用的話 那就全部要用自己人的時候 那當然國防部長嘛對不對 或者是去監軍嘛 所以他忽然講這些話出來 在試探什麼樣的東西我不知道 那第二個就是說話又說回來 賴清德他曾經講過親中愛台 這是很奇怪的 那裡還有印象嗎 親中愛台那次是跟小英在爭取的那次有沒有 為什麼他會講到那麼強 他應該是希望說 西線無戰士 我的感覺是要跟小英做一個區隔 那這時候就要回頭這不只是賴清德自己本身的 他的所謂的理念立場等等那些東西認同 還牽照新潮流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 我覺得新潮流是相當的有彈性的 不是美國能控制的啦 相當有彈性 相當有彈性的 甚至於你去看到他們當縣市首長的時候 曾經有人家就在質疑嘛 為什麼新潮流的縣市首長都開國際標 你知道人家會質疑啊 這個國際標 你知道這是有弦外之音的 有弦外之音的 好OK 也就是說除了美國以外嘛 你看你看現在看到小英和吳釗燮 他們都是幾乎就是美國標嘛 你就是這樣買保險對不對 那國際標就比較多元啦 比較平衡一點點啦 OK 那另外一個 這一次就是小美琴也剛去了歐洲回來嘛 那個我再講一下 國際標的意思就是 以前我們知道港資就是中資嘛 那馬來資呢 新加坡資呢 現在是華爾街啊 對不對 像華爾街也是啊 大家都可以買公司嘛對不對 除了日本公司比較不好買以外 美國公司是很好買的啊 OK 所以這中間裡面有一些很大的想像空間 也就是說其實新潮流是相當務實 是比小英跟務實的我是必須要這樣講 但是這裡有一個結構性是說 我們知道我們那個年代是 所謂的結構性現實主義嘛 那現在這個結構是不是 是三大結構 一個就是說美國跟中國 那對於俄羅斯之間嘛 他到底中國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嘛 OK 那這不是我們能可以決定的啊 然後呢 習近平他 內部就要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他要如何鞏固他的權力啊 李克強掃了一個自願李強 這一定有他的道理在的啦 他為什麼把隔代這個接班這個東西 把他亂了 這一定有他的這樣歷史的定位 他的那個考慮嘛 所以這不是只有我們台灣內部的這些東西 那更好一個就是說 蕭美琴這個部分啦 蕭美琴是什麼角色啊 他是三個角色啊 那當然我們知道他是小英的人嘛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是新潮流的人 他也是新潮流的 但是他更是美國的人啦 所以他是回來這邊就是來監軍的啊 你看到蕭清德他沒有人 蕭清德也有 當然他人手沒那麼多 但是新潮流還是有人 不是沒有人的嘛 那我們知道其實一個指標就是 我們知道國安會 國安局長嘛 不是國安會 國安局長嘛對不對 蔡明明一直出來講一些話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小英的背後 就是美國在講那些 跟新潮流裡面一定有不一樣的這個看法啦 所以我也覺得說這中間裡面一定有美國交代 蕭美琴做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不是新潮流 也不是蕭清德可以決定的啦 那就是就是在這裡啊 所以到底誰管誰我不知道 以前當副總統是靜悄悄的啊 就地看管啊 我是覺得現在總統在那邊 我覺得他蕭清德大概坐在總統我大概很不舒服吧 所以你覺得蕭美琴對他來講其實雖然是副手 但可能對他來講也是一個小小的威脅 相當大的威脅 我還是在舉 我還在指一個就是 你還知道就是說 這次有一個新潮流他們以前培養的一個 這個叫做陳文有沒有 陳文 陳文變 就是我們淡江的嘛 然後他去當過當過國防部市長是不是 那是培養的啊 但是為什麼他現在去Monterell那個每年的國防會議不准他去啊 他只不過是要問一下說什麼叫不對稱站 他只在這樣說你跟我講不對稱站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買了一堆武器是很莫名其妙 他說不准去啊 但是他比我年輕啊 算是我不敢說是我的學生輩 他是很好忽然說他最近告病啊 你知道是誰叫 是蕭美琴叫他要告病嗎 還是怎麼樣啊 你知道就已經先把你排除掉了 那這個是蠻奇怪的 我覺得這個 這其實我覺得這最重要還是這個川普 然後跟這個拜登年底的選舉這個東西來決定 那背後就是軍火商啦 我們先講說香港這個部分其實有點可惜 本來那邊是一個實驗實驗的實驗地區嘛 結果退貨了 那也有點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坦白說啦 像我自己港籤是簽不出來的 那上一次歐明賢在上海 他那邊不是被盤查了幾個小時嗎 老師是有被註點嗎 那本來我還本來我還跟著他也搖我去的 OK 那當然我們大家都同意就是說 未來這個部分怎麼樣 就是說什麼是台獨 那條紅線是很清楚的 那什麼是統一 除了政治統一 政治一個中國以外 是文化學員等等 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知道我的關鍵是在說 因為現在民進黨政府是國防外交兩岸是外包給美國啦 然後就是當作一個復從嘛 那在這個樣子 中國在怎麼樣就是 你知道我就是好像這個流一樣把台灣當作一個古巴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到底我們台灣要怎麼樣的定位 我是覺得說要想辦法去理解 對方在想什麼 這個所謂的這個球筒 純意這個部分傾聽 然後我想老公那邊就是對岸其實也沒那麼急迫 我們沒有必要去操美人家講啦 我坦白講啦 大家可以談得上話嘛 對我們語言文化是相同 價值觀也是蠻相像的嘛 OK然後讓別人在那邊心轟作爛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只是為了選票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太太太無恥了 太不負責任了坦白講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